請妳幫我這樣做 第一個東西就是要拿一條小毛巾 捲成蛋糕捲的形狀 大家輕輕的用下巴夾住小毛巾 就會發現鎖骨兩側凹槽就出來了 這個動作很簡單 而且我們今天動作最簡單的地方 是我們還要請大家躺在椅子上坐 怎麼這麼好啊 所以變漂亮的動作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讓妳在一個人很舒服的位置 然後現在的重點是請大家 把兩隻腳往前撸往前撸 妳的腳跟要跟膝蓋在同一條直線 不可以往內收 所以把妳的背靠在椅背上 有沒有發現妳的腰很舒服的 靠在椅背上的時候 下腹部就扁進去了耶 現在大家的下腹部是凹進去的 很有位置 這個動作請大家把兩隻手舉起來 第一件事情掌根蹦掌根 還是要夾毛巾 對 下巴都要夾著毛巾喔 掌根蹦掌根 然後食指頂扣 然後妳的大拇指往前壓 就好像幫自己按一個讚的同時呢 妳的雙手的手臂內圓夾住耳朵的兩側 好來我來前面這邊讓大家看一下 夾住耳朵的兩側 然後手臂貼緊 然後把大拇指往前按一個讚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妳的手肘要用力伸到最直喔 好現在我用慧如的雙手示範 往前按一個讚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妳的胸部兩側 有被拉上去的感覺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有兩個重點 手肘一定要伸直 手腕一定要併龍 好累喔 對 而且妳這樣子停著 我們從 我們不要從一數到八 就說我要變很大 這樣就好囉 一起跟我大喊喔 5 6 7 喊 GO 我要變很大 然後請大家大的時候拉長音再一次喔 5 6 7 說 我要變很大 放掉了 放掉了 這樣就可以休息 而且一天只需要 重點是 只需要做3到5組就好了 這樣子一組嗎 這樣子一組就是我要變很大 一天我要聽到你說5次 所以自我檢視姿勢對不對 這個地方會痠對不對 為什麼 他的手臂外側會痠 所以如果手臂外側會痠的人 請你換個方式抓住手肘的兩側 對 表示因為有些人可能是工作的關係 他的肩膀沒有那麼開 所以他舉不上去 表示你的手沒有伸直了 男生可以順便把你的肩線往上提 所以你的胸 男生的那個胸膛啊 穿西裝的那個厚厚的那一層 就會提起來 所以我們在這樣的動作同時 手還是要往 有點要頂天的感覺 往上拉 要往上拉 對不對 不是往後拉 所以你要覺得自己被往天花板拉 好